大家好,又是我Gordon 歡迎大家跟我回來德國 今天我們不在柏林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遊覽德國另一個大城市 萊比石,Leipzig 今天這條影片我會嘗試用Vlog的形式去拍 因為今天不單是我一個 我還會帶上幾個好朋友 為大家獻上這條萊比石的一日入 那我現在和大家介紹一下他們是誰 由於我這幾個朋友都是來自世界不同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會請他們 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和你們打招呼 Hello guys, would you introduce yourself in your language for us? 簡單地自我介紹完畢之後 我們準備出發了 我們首先第一站要去非常出名的 萊比石聖多馬大教堂 我覺得有點可惜的是 今天天氣實在不太好 但這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歐洲天氣 所以沒辦法 沒辦法 我們現在來到聖多馬大教堂 我們來比石聖多馬大教堂 我們來比石最出名的教堂 And Njord has something to tell us What's about the Thomas Kirche What's about the Thomas Kirche Ah, the Thomas Kirche This church houses one of the oldest choirs in the world Founded in 1212, the Thomannre Choir 大家都知道我是學習音樂的 古典音樂歷史上最偉大的作曲家 Johann Sebastian Bach 就是身葬在這個Thomas Kirche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他的遺體是否在那裡 That's me And from 1723 to his death in 1750 This guy, Johann Sebastian Bach Was the Thomas Cantor echelon eighty 阿彦 今天的視頻 可能是一種與否 他在讀相 電視時 以後 每次 我們 很久 將 我們 我也是第一次來來比石朝聖巴哈的遺體 感覺真的非常特別 非常神聖 看完聖多馬教堂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來比石最大的廣場 叫做Mark Blatt 每年的聖誕節都會在這裡舉辦聖誕市集 除了市集之外 這裡的建築都很漂亮 不如看看吧 廣場 注意一下 在這裡 在那裡 在那裡 我們現在來到來比石的布箱大廈 同時也是全歐洲水平最高 歷史最猶獄之一的管營樂團的大本營 為何這棟這麼現代的建築叫做布箱大廈 原來在18世紀的時候 這棟樓曾經被作為布料展覽會的場地 因此它叫做布箱大廈 在Gervant House的對面 就是來比石的歌劇院 兩個音樂廳都是一個樂團進行演奏 Gervant House的對面 《曲奇奇》 《曲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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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都走一天了 帶大家來Leipzig看了很多觀光景點 當然來比石還有很多其他地方是值得去看的 譬如哥德經常會去的酒吧 或者是作曲家Mendels 望得以眾的故居之類的 其他地方等下次有機會再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今天就好看了,我們會見到我們在這次的影片 在老家的房子 早安,我叫你來 你好,我叫你來 你好,我叫你來 我叫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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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叫你來嗎? 你叫你來嗎? 哈哈哈哈 嗨 嗨 你好 我叫你 Christina 嗨 嗨 我是你 嗨 嗨 我叫你 嗨 我叫你 行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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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